好 廣告回來 這一段要講剛剛葉元智說 他聽得很生氣的這件事情 就是其實現在 每一天的傾聽之旅 韓國瑜下鄉行程 基本上排得很滿 有去跟過行程的都知道 中間只緊迫的 你會沒有辦法吃飯 沒有辦法上廁所 所以抓緊時間就要趕快去 可是現在卻傳出了說 韓國瑜當時那一集 想要去派出所上廁所 但後來被說 好像跟行政中立有關 有一些些的婉拒他了 這個事情其實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說 傳出來韓國瑜去警局的時候 然後有一些韓粉 其實是滿喜歡他的 之外還有副所長 其實也跟他的拍照 但是結果沒想到 就被要求下架照片 另外一個我們來看到就是說 有關於他當天 是31號的時候 5點40分的時候 他到華旬公園見面會 3點40分的時候 然後他接著要到 4點50分的憑政後援會 他當中想要上廁所了 為什麼他們就發現說 學生委員會講 因為他就繞來繞去 繞繞去 就不到最近的龍岡派出所 去上廁所 因為他距離這個會場 這個是會場 這個是所謂的派出所 只有260公尺而已 為什麼就不到派出所 去上廁所 就據傳說 是他們警方有說 其實是希望要 行政中立的關係就婉拒了 當然桃園市警局有說法 他說婉拒 所謂的上廁所 跟造勢選舉是無關的 這個是警方的說法 不過我們馬上要來連線的 就是我們的陳學勝委員 委員現在在我們線上 委員好 大家好 委員 我們想要請教一下 當天的狀況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到了桃園 這一整天從早上10點到下午 幾乎5點多 基本上是非常緊湊的行程 那當天呢 您一直跟這個韓國瑜 就還是講在一起 那你那個時候知道這個狀況嗎 我這次非常有感慨 這個上廁所尿尿的時間 變成已經遭到這麼多年 因為前幾天是在談 我在韓國瑜市長 去加油在上廁所的事情 然後就有人講說 我在塑造神話 我只想說 韓國瑜跟大家一樣 他也是跟大家一樣 在外面找 加油在上廁所 但現在馬上 韓國瑜變得不一樣 大家可以去開廁所 可以去分局 借廁所 可以去加油 可以加水 可以去打氣 但是你就是 韓國瑜的區 韓國瑜跟他不一樣 那當天那個情況 我都一直給我一個原因 是因為 我們要到華勳 公園造勢之前 有一點時間 那麼韓國瑜就說 那我們先進去走天 那國外團隊就帶我們到 最近的 他進去以後 這個 派出所所長 去華群公園 已經在用了 所以就有副所長在現場 那副所長碰到我們的時候 也很熱情 招待我們 然後進到這個接待室 然後我們從頭到尾 都在泡茶聊天 然後也在問 你事情的辛苦 尤其這位女副所長 她也是媽媽 還帶孩子 很辛苦 她就問說 這個女性執行 碰到什麼狀況 所以從頭到尾 都沒有來到選舉 然後後來拍照的事情 也不是這位副所長 請大家先來拍照 是很多人在外面在等 說能不能跟韓國瑜是她 一個一個拍照 是這樣來的 所以從頭到尾 韓國瑜沒有在裡面 談選舉 韓國瑜沒有請大家做 一起來拍照 韓國瑜沒有想說 要不要喊一下鬥算 從頭到尾都知道 不要輔家 趕緊的困擾 那怎麼會 後來變成 到了下一站 我們要去榆林 那個評證造場的時候 就會決了 那我當時也很奇怪 想說 為什麼我們 不要直接就到會場去 或是到哪個地方 接住一下 因為我們找到了 結果我們在路邊 在評證 一直穿來穿去 我從來沒看過 總統的候選的車票 是在馬路旁邊 找一個可以音樂視聽 評證 評下來再等 評證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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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才過去 這麼可能 把一個總統候選人 架在那邊 現在傳出來 原來是 中立分居這邊 擔心好像是 維持中立 然後不讓韓國也過去 可是 總統候選人的 新選活動 也是12月到來開始 他怎麼會現在 就已經做了 嚴重的一個限制 那韓國瑜 畢竟目前也還是有工資在 他是高雄市長 那我們說到 因為台協局的事情 那我是覺得 有一點這個防禦過擋 有一點我覺得 是不是在對韓國瑜 還一些想回 我看來我是覺得 有點太高過了 委員跟您請教一下 就是我們都知道 其實國安團隊 他們針對於總統的 這種層級的人 他們都有一個SOP 就像蔡英文總統她也說 她曾經就是 要去上廁所 是借所謂的派出所 其實他們國安團隊 SOP就是這樣子 包括總統或總統層級 像韓市長 現在是總統的參選人 候選人 他們就是一樣的 就是去派出所 上廁所是符合SOP的 但這一次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基本上 在派出所上廁所 基於安全的理由 我覺得這次對我們考量 因為上廁所 第一個測試裡面 有沒有其他的 爆炸會 其他的危險 不知道 國安團隊的心理壓力 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之前 一定要先做防範 然後在上廁所 也要禁止其他 一般人的進去 萬一他有其他的 國安團隊 或臨時協議 這些都是國安團隊 他們非常大的 責任壓力 在 所以我覺得去派出所 借廁所 是應該要有的一個動作 尤其對總統來講 不管是執政者 或是挑戰者 都應該一時同仁 但是韓國瑜 受到這樣的一個特別的對待 連一般人都可以去 派出所的分局 現在只有韓國瑜不能去 我覺得 海派有一個關鍵 尤其我對於這個 我們 我們原來排出所 這會被女副首長 受到的這個 對待 我心裡真的非常抱歉 因為都是一片 好意變熱情 那我從頭到裡面談選舉 最後變成 如果是你副首長 或其他 跟韓國瑜市長 如果有拍到 而受到處分的話 我們真的非常深刻 感覺到保險 因為完全沒有這樣的 意義 沒有一個選舉 一點點關係都沒有 委員因為這一次 發生事情的地方 是在桃園市 我們都知道桃園目前是 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所以聽起來會格外的敏感 不知道你有沒有斯蒂亞 去了解說 到底當時是 有經過哪一個層級 或是哪裡的消息 來告訴他們 知會他們說 可能要注意 或者是可能要婉拒 因為這前後差異滿大的 因為之前都還滿順利的 都沒有什麼樣狀況 韓國瑜在其他縣市 跑行車的時候 如果需要上洗手間 也都是到派出所去 但是在桃園一天之內 竟然在很短的時間 就有那麼大的差別 一個派出所還進去 結果把照片撥上去 以後就被要求下降 而且肯定還被 我們這數三億提起 反正我相信信 一定不是很老過的 那接下來要到第二個地方 那派出所不能去了 你想想看 那個總統候選的團隊 臨時找一個馬路旁邊停下來 沒有一定的也停下來 就九國選舉這麼多年 也陪過總統候選好過的地方 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國安團隊 可以在鬧區裡面路邊 臨時停下來 然後就在那邊等 那如果他想上車 我現在回家起來 如果韓國瑜到平鎮造勢前 他已經想要上洗手間 所以他整個造勢活動的總統 斷以後 大概已經超過兩百小時了 我就韓國瑜的人態度 我也會不會有一個 好 謝謝委員 因為最後韓國瑜是憋著尿 上去了後援會 謝謝委員跟我們的臉線 我們來還原整個事件好了 這次來看到的是 10月31號他到桃園的時候 10點到夜裡 結果經過加油站借廁所 陳學勝他有說了這一段 就是說他其實跟我們一般人一樣 結果就被黑 他也說到加油站 拿杯公讀生嚇了一跳 好 這個是第一個借廁所的事情 結果到2點45分的時候 來到巴德的這個地方見面會 結果到桃園的一個警察局借廁所 因為副所長跟韓國瑜有合照 而PO網就是剛剛他講的副所長 但是傳出來被要求來撤換照片 桃園市警局的公關跟我們說 他說這有關於 女副所長撤下照片 並沒有高層來施壓 而且還說是勸說之後才下架 是勸說 重點是要避免糾紛 有提醒他說 大家反正行政中立 既然是有可能有問題 不然就熱心的勸說說 你下架避免糾紛 但是我們又繼續問 請問一下如果說跟鄭文燦合照 他說OK 因為是桃園市長 如果跟總統蔡英文合照 他也說OK 因為是總統 但是總統參選人韓國瑜 他就說要關切一下 高雄市長可能也不OK 因為他現在也是高雄市長 只要是韓國瑜應該都不OK 不過他沒有說 沒有 是勸說 接著來到了3點40分的時候 韓國瑜到華勳公園 要跟商親見面會 結果結束之後 要來到平正後援會 中間是有一點空檔 他想要上廁所 但是沒想到 上廁所的時候 就據傳警局借廁所 遭到婉拒了 然後他們就說 其實呼籲警察保持行政中立 生理需求借用廁所 都是一視同仁 沒有差別待遇 不過最後韓國瑜據說 就真的是忍著三級上台